明高老师,您上次做的焖三文鱼头很受欢迎啊 今天这一个是什么特色的呢? 我的特色就是,我再不用这个甜辣酱了 我不想它那么甜 那么我今天就是有个绍酒啦,鱼露啦,还有生抽 跟着三件盒,当然要的啦,姜葱蒜 再加上几只甜椒,那就搞定啦 OK,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鱼头 鱼头呢,其实是切成一块块 大小一点也没问题 小一点就比较容易煮熟一点啦 这样煮,这样 这个就切成,看来这么大块 三文鱼的好处呢,大家可能都很明白啦 因为,毕竟也是一种很健康的鱼啦 它的,它的,Omega 3是成分的 所以呢,一个星期吃一两次啊,这个是很好的一样 这个葱呢,就是很简单,稍微,我们斜着切呢 它比较容易煮得,味道出快点小 即是葱白那方面,后面那些呢,可以直接切成这样 就可以了 因为葱呢,如果你是喜欢的话呢,你可以 继续做多一点也没问题 这个是,一个是比较好吃啦,你如果是喜欢啦 那接着,蒜头和姜呢,那些姜呢 切得细一点,它会入味,而且可以吃得,可以吃得下 那我喜欢切,有时是姜丝啦,有时是姜片啦 那这次呢,我就是切姜丝的 切姜丝,一旦你就可以隔多些鱼一起吃 切幼一点,它的味道会出得快点 等一下,有一个培饰啊,还有很脆的一样东西 很脆的一样东西 这样,OK 这里就是所有材料啦,大家自行截图哦 好,我们现在来开始煎我们的三文鱼 中火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油 哇,小小热就可以了 我们记得呢,每次煮菜都应该是 油是不要出烟的 除非你是放了鱼,有些水气呢 就是不同的 但是,油呢,是不能够出烟 一出烟,油就已经全部不够健康了 我们稍微煎它,就可以翻了 它有少少和,你可以翻它 煎到上面,两边都有一点点上色 我们可以,我们的姜和蒜头就可以放进来 放进来,可以让它有少少香味 就是啦 因为放多些姜,你如果是可以瘦的的话 那些姜丝呢,你就可以直接吃 因为都是比较健康 身体都是比较健康 然后,有些葱都可以放一些白色的部分 葱都可以放进来 就是这样 继续煎香它 好,现在煎到稍微的香味出来 我们可以放一些酒 因为酒呢,让它蒸发一下 那些酒蒸发开 那这个鱼露呢,可以放小鱼露 它会给你很多海鲜的味道 OK 接着呢,再加一些生抽 好 接着呢,这个时候呢 用盖子盖一下 它会烤得快熟一点 好,你看 现在味道已经出来了 好,接着呢 我们可以放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呢,如果想它的香味多些的话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蒜油 你如果不加也没问题 但是加些蒜油呢 你如果是自己调制到的呢 我加一茶匙下去呢 它会很香的蒜味 现在已经完全熟透了 这是可以上碟 可以上碟的啦 已经全部熟透了 已经把鱼露绿蒜上去 鱼露绿蒜上去 来很熟透了 鱼露绿蒜上去鱼露绿蒜上去鱼露绿蒜就出来了 放入鱼露绿蒜上去鱼露的鱼露,鱼露酱